Odia Jungle 大革命的浪潮政席卷全国,一批又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,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,当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、叛徒、特务、阶级一级分子的帽子,被打倒了。 整个中国社会处在混乱和动荡之中,人们迷惘、惶惑、以惊恐和莫名其妙的目光,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,天真幼稚的青年学生,却处在极度的狂热和亢奋之中。 这场斗争从1965年11月10日,上海文会报发表江青和张春桥幕后炮制、姚恩元署名的文章,平行边历史剧海瑞罢官,就已经拉开了序幕。 如果说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一开始还心照不宣,笼罩着一层迷雾的话,那么到了1966年春夏之交,斗争便日益尖锐,矛头所向也日益明确了。 下面几个重要日期和阶段,对于希望理解和认识这场运动的人们来说,不能不格外看重,5月16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,通过了毛泽东主席,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,即516通知,其中说到,混进党里、政府里、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,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, 一旦时机成熟,他们就,会要夺取政权,由无产阶级专政,变为资产阶级专政,这些人物,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,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,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,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,例如赫鲁晓铺那样的人物,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。 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,8月1日至12日,中共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,全会期间,毛泽东写了著名的炮大司令部,我的一张大字报,矛头直指刘少奇。 这张大字报开始是作为全会文件印发的,很快便在中南海大院里,公开张贴了出来,全会将林彪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,降低了刘少奇。 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地位,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,即16条,8月18日至11月26日,毛泽东或登上偏安门城楼,或乘坐敞篷汽车在西郊机场,先后八次接见了八零零案来,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。 一时间,东风吹,战鼓雷,红旗飘,君浩翔,大字报铺天改地,大串联如火如荼,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,乱,先自学校时,5月25日,北京大学的聂原子,带头造校党委的反,首都高校闹了起来,北京的中学不甘落后,也已轰而起。 随后,按照中央指示,全国的大中专学校停课闹革命,66届高中毕业生已经填写的高考志愿,不算数了,高考停止,造反要紧,从八月份开始,先是破四旧,破,除旧思想,旧文化,旧风俗,旧习惯,后是抄家,游街,旧斗,牛鬼蛇神,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,简称走资派, 接着是红卫兵天南海北带着绣标,打着红旗大串联,由于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,简称中央文革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,全国的校党委支部统统瘫痪了,此时,中国的学校和整个教育界已无秩序可言,摘自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事,林立国小舰队新忙始末。